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五戒是在家居士最基本的戒律 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 其中的杀、盗、淫、妄、四重戒是根本戒 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为什么不能喝酒 佛陀治戒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佛陀时代在僧团中有一位沙茄陀比丘 他是一位有大威力能降伏独龙的尊者 有一天他出去托波起食的时候 因为喝了别人所供养无色无味的白酒 喝醉了 神志不清的倒在路边 路过的人看见 因此就批评把他当成了笑话 由于这个因缘 所以佛陀便要求比丘不可喝酒 以免神志不清而失控 有位幽婆色 也就是受了戒的在家男众 在家里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这时隔壿鸡 这时隔壁�名utz hanging around 他正想要有下酒菜 于是就抓了这只鸡 并且把鸡给杀死了 准备下酒吃 抓鸡杀鸡 这名男众一下就犯了杀声和怯盗戒 鸡在被宰杀的时候哀哀叫 隔壁的妇人就跑过来询问 这名男众却撒谎 说他没有看到鸡 这又犯了妄语戒 由于他喝了酒 乱了性 脑袋昏沉沉的 一时冲动又强暴了隔壁的这个妇女 杀 盗 淫 妄 全犯了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坏处 所以佛陀就治了不饮酒戒 多数好酒之人都会说 只要不喝醉就好了嘛 当然 有哪个喝醉酒的人愿意喝醉 而几乎每个喝醉酒的人都会说我没醉 许多人不喝酒的时候非常的好 行为 言谈都很得体 大方 给人很好的印象 但是 一杯黄汤下肚 也就是喝了酒之后 便喝之前判若二人 甚至还有一些人喝酒之后 会做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或者是不敢做的恶业 有个谨守五戒的修行人 住在寂静的山林中 一天来了一个女人 手拿一瓶酒 牵着一只羊 对他说 你或者与我坐不进行 或者杀了这只羊 或者喝下这瓶酒 三者之中必择其一 修行人听了之后就想 不能与他坐不进行 也不能杀生 因为这两样的过失太大 至于饮酒嘛 可能过失稍微小一些 不妨选择饮酒两世 于是他喝下了女人手中的酒 谁聊到 这个修行人饮酒之后 心智陷于迷乱 他不仅杀了羊 还与女人做了不进行 最后三样过失都被一一犯下 所以 持守居世界的关键就是 不能喝酒 因为一旦喝了酒 便很容易犯下杀生 偷盗 说妄语等等的罪业 听到这里 必定有人会有困扰 因为当今的社会 人际交往 生意往来 不喝酒是不行的 做生意不但要喝酒 而且还要能喝酒 如果不喝酒 就会让对方觉得 你缺少了一些坦率 缺少了感情上的交流 而如果喝得少 就会觉得不能够让对方尽兴 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真诚 其实多年来 社会大环境的环保 健康和养生意识抬头 很多人 不论是生意往来 应酬或者是谈判 拒绝抽烟喝酒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且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不喝酒 不吸烟的人 反而能够让人另眼相看 觉得很有礼貌 我们联友当中 就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男众 因为放贷业务 经常必须与客户聚餐吃饭 他是一位受了在家菩萨界的守戒之士 一有这种场合 他就会献跟上司报备 他负责开车 所以不能喝酒 尽管法律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刑罚也越来越重 但是酒驾照获的新闻 还是一桩又一桩 多少无辜人的性命被剥夺 又是多少的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将近三十年前 当时佛喜一位一师一兄的同事 与一帮朋友 甚爱此悲中物 几乎夜夜相约 饮酒作乐 不幸终于降临了 他们的轿车在深夜 与大公车相撞 车上四个人 唯独我这位同事 伤重不治 又隔了几年 同一帮喝酒的朋友当中 又有一人 凌晨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门 就在距离电梯几步路的台阶下 因为摔倒重创头部 从此便成为 只能睁着眼睛 坐在轮椅 毫无意识的 类似植物人 不管是大圣经典 还是小圣经典 释迦牟尼佛 都宣讲了饮酒的危害 其中在阿含经里面 就阐述了六种过失 一 失财 二 生病 三 斗争 四 恶名流步 五 慧怒暴声 也就是乱发脾气 愤怒的意思 六 智慧日损 另外在大制度论当中 更讲了三十五种过失 并且还告诫说 有人失酒及自饮酒 得狂于暴 意思就是 给别人不失酒 或者是自己买酒喝 果报有两种 一是生生世世变成疯狂者 二是生生世世变成愚笨者 尽管佛教通融 在某种病 非酒不能治疗的情形之下 可以开源 可以用酒 但那是在吃药哦 酒和药一起煮过 不会醉人 不能够因为借口治病 就随便用酒 喝酒 是非常严重的罪过 它不是一般的罪过 而是下地狱的罪过 南无阿弥陀佛